启禀皇后 皇太叔 皇太妃 还有嫡劣大王一家来了 嫡劣他们过来就算了 眼萨阁这时候来 还是不安好心 主上之所以忽然累倒 就是因为疏忽了燕王的衣嘱 既然燕王又已嘱咐过 还请诸位稍恩勿躁 待主上康复 自然会见诸位 这么说我们大楼远来了 皇后是根本不打算 让我们进门了 诸位的心意 朕自然会转告主上 现如今 还是主上的身体要紧 太平王连只几日都等不了 未免也太过心急了 这赵王夕 毕竟也是太祖夕三支的人 如何处置他 只能交给主上来做这个决定 高薰和女李纷纷上奏 主动请求查习尹一押 朕便准许他们去查了 过去他们两个跟习尹走得很近 朕没有想到一出事情 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护摇起来 韩大人 这次可以兵不血刃 拿下席 要多亏你的智计高明 我心里真的很感激你 臣只是尽了本分 皇后言中了 如今爹爹的案子 已经告一断了 接下来 你有何打算 你还会做梦 你还会做梦